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把素材放到时间轴 先放一段影片 还有后面的三张图片 然后拖移到后面 在这里我们跟大家介绍编辑工具的功能 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素材里面 你可以去透过预览窗格去看我们的影片的内容 如果说我们希望这个影片前两秒钟是我不要的 你可以用前一个画格前一个画格方式去移动我们现在播放轴的位置 你也可以用左右键向左向右键去做移动 前两秒钟是我不要的影片 前两秒钟是我不要的 这时候你可以点选修剪起点 前面的两秒钟就被我剪掉了 那如果说后面的30秒之后我也不要 这时候你就可以选取修剪中点 就是我播放轴之后的这个区域就会不见 好那你可以看我按修剪 这时候后面的就不见 可以看到 undo的时候后面是有的 那我如果把它重做 它就被我删掉了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还可以选取一个区域 选取一个区域就是说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 是我要的区域以外是我不要的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修剪工具 它会把头尾都给删除掉 这个区域以外的我就不要 可以看到 它就变成只剩下这个区域 你可以看到没有修剪前跟修剪后 所以这个功能的话呢 就是当你选取一个区域的话呢 它可以只保留你选取的部分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就消失 就是去头去尾 所以呢简单的说 这个是去头 这个然后呢 这个呢是修剪中点 就是去尾 然后呢 这个呢是去头去尾 OK 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分割的工具 我们可以 针对影片中的某个位置来做切割 切割 把一片影片呢切成两段 切割 切割 就分割了 切割 那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时间轴再放大一点 我可以选取某一个区域 然后切割成两段 我把它稍微再复原下 我可以说 我要把这个影片切割成三段 那你可以选取一个区域 按切割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你今天选取的头跟尾 它就会变成一个切割点 去做分割 那后面那一段呢 你不要的话你可以按删除 我就可以把它删掉 OK 这个是删除 那再来的话呢 好 我们还有还有的功能就是说 我可以 好 锁定 好锁定 比如说我锁定 这个是锁 把它锁在时间轴上 锁定这个事件 这时候呢 这个事件呢 就不能拖 拖椅 就不能改变它的位置 因为它被锁在这个时间轴上 被锁定 那其他前后呢都可以移动 但是呢 诶 这个 好被我锁定的这个 它就不能动 好所以你解锁 解锁之后呢 它就可以移动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编辑工具 再来的话呢 跟大家介绍这个选取的工具 好 选取的工具 一般编辑工具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般编辑工具 你可以选取某一个 好 某一个影片 媒体 好去做去做一些处理 那另外呢 还有所谓的拖曳工具 好 拖曳工具是什么意思呢 好 拖曳工具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明 好 这个 拖曳工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我今天有四个 四段影片 叫 shuffing 应该算是 交换 shuffing shuffing event 好 就是这个拖曳工具 拖曳工具 它是像这样一个符号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说我有四个素材 然后我希望把2跟3对调 这时候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 shuffevent 就是交换 好 它就可以这样对调 我们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好 比如说我现在 好 如果是树菌花对调 就可以按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 shuffevent 这两个就对调 好 再做一次 比如说我想把樱花跟梅花对调 好 就拖曳过来 OK 然后 记得按滑鼠右键 好 然后shuffevent 它两个就对调 OK 那 这个 拖曳工具的话呢 它也可以做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移动这个影片 好 比如说移动到这里 好 接下来呢 跟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滑 滑动工具 那 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好 我先把 画面上的一个素材 好 做一点 好 做一点点 调整 好 好 那 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呢 好 我们影片的话 会有开始点跟结束点 好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滑动工具 好 它就会 它就会滑动这个 呃 我的影片长度不变 但是那个投尾点会改变 好 你如果有看到这个 这个 好 这个 这个就是 结束点 影片呢 从头播到这边结束 然后再从头 再从头播 好 所以滑动工具的话呢 它可以去 呃 就是我的长度不变 可以去更改 我先影片播放的 的内容 好 这滑动工具 那再来的话呢 换灯片工具 好 换灯片工具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呃 它像是 这个 好 就是说我今天可以 好 透过这个换灯片工具呢 好 去 呃 就是这个预览窗格呢 好 去显示 我这个影片的 的这个内容 好 像比如说这个 呃 影片的话呢 是0 1 2 3 4 好 这样的一个播放 可是你透过这个 滑动工具呢 可以改变它开始的 那个 呃 除了除了它的那个 这个时间 好 时间 长度不变 但是整个影片的这个内容 好 会 往后去 我今天有说往右拖 它往后去 不管会从1开始 然后你再往后滑的话 就2开始 这样以此类推 好 这是 这个 滑动工具 那滑动工具 也可以应用在一个 转场效果 好 一个转场效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转场 你可以去移动这个 转场的位置 好 在哪边去做 好 这样滑动位置 OK 那下一个的话呢 这个时间轴 好 时间延长跟压缩工具的话呢 是 是会 就是 你当你在 呃 游标移到这个 媒体的 头尾点的时候 好 它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游标 那你可以把时间 好 影片的时间 内容不变 但是 呃 时间缩短 好 这时候呢 它的速度就会加快 就会变 哦 放快速度 好 那你也可以就是 呃 时间 好 时间 好 时间不变 然后在 呃 就是内容不变 那时间拉长 OK 然后就变成 像这样的慢动作 然后就变成慢动作 就要慢动作 OK 这就是时间的 呃 这个 好 拉长或者是 呃 压缩的一个工具 好 时间的 延长或压缩的工具 好 那分割工具的话呢 好 分割剪裁工具的话呢 就是你今天在 你要切割的地方 点一下 点一下 它就会帮你做 切割 做切割 好 这样子 OK 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 在编辑功能里面的 好 好 删除修剪 还有修剪起点 终点跟分割 以及编辑工具里面的 一般编辑工具 拖曳滑动 宽灯片 时间生长 压缩工具 以及分割裁剪工具 好 谢谢大家 我表面先针车 里面的文具 就得过 先针车 点滑工具 没有剥裁划 我来勒裁判 终点完